那剛剛的部分就是我們利用那個if 那裡面要輸出的話就是 輸出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說它小1或者是說它大於結束日的話 就是輸出雙1 空置串 反正以後不要有輸出結果就是空置串 那反之的話就把結果再貼回去就好了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那把它向右向下就填滿完成這一體了 那上面部分的話是那個函數的部分 接下來呢我們還繼續來做就是說 那在那個Excel裡面其實是可以寫程式的 不過特別注意我先示範一下我們結果給各位看 萬年例 比如說我今天要知道2014年的9月 它的那個函數版是這樣 那如果VBA版按下去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那這邊有個清除按下清除 底下就清除掉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換個日期 那這邊的話也可以清除萬年例 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產生一個萬年例出來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各位等一下請看一下就是上面這邊的開發人員 原來的那個Excel 2010或者Excel 2007 開發人員預設是不會出現的 預設是沒有的啊 這個是我剛剛把它打開來的 那特別注意這個地方開發人員要怎麼打開呢 請各位找一下 在你們那個Excel 裡面呢 這邊有個小箭頭有沒有 在最上面的小箭頭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會有個叫其他命令 要怎麼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小箭頭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部分的話呢 點下去之後 特別注意喔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的部分